因为澎湖的元宵节,我才能活下来 2月19号这天,吹起了南风 耀眼的阳光有春日的感觉,墙壁和地板也热出了汗竹 岛上有股蠢蠢欲动的力量,等着在夜晚爆发 对澎湖人来说,所谓过年,是一直要到元宵节结束才算真正截止 看澎湖人如此澎湃地准备这个节庆,就知道这日子有多重要了 什么?你没看过澎湖的元宵节? 没关系,我现在就让你知道厉害 澎湖的元宵节有几个重点 气固、寡杯、灯迷、雨火、孤狗 当然还要灯会加夜市 龟有平安归来的意思 因此对于淘海为生的澎湖人来说 元宵节不只要对很大很大的各式各样的菇 像是常见的狗里菜菇、鼻菇 近年还出现的新品种 气球菇和海尼根菇 但澎湖人不只心理上要Kick菇 若生也要同步Kick菇 因此我们会吃这种用糯米做成 加了大把糖的红片菇 当然红片菇近年也出现了新变种 还有欧藤、欧姑、棒棒糖和红片毒咖 元宵节是澎湖各个庙宇展现实力的时候 每间庙宇无不拿出最丰厚的奖品 来吸引信徒寡杯 奖品有许多小孩会爱的 像是玩具、球鞋、iPhone、遥控车之类 但对于像我们这种相貌熟成、身体稳重 但事业不一定有成的出身来说 最爱的还是柴德米的 我永远无法忘记 当国家属拖欠我两个月薪水 导致我饿到两眼昏花的时候 我是如何因为找到衣柜里的一包白米 而感动的痛哭流涕 这包放到过期的白米 就是我去年的灯蜜奖品 大概就是从那一口饭开始 我才体认到 我 没有元宵节不行 今年的元宵节更生大了 还有民众街头卡拉OK 和大家和热融融的欢庆节日 什么寒流来不来 什么花开折不折 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我只在乎 哎呀! 今年巴卡金的题目 依然是高龄模范 老样子的难猜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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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